無論你是剛接觸影片簡直的新手 或是說你不想花很多的時間去學習複雜的軟體 那有什麼辦法去做出好看的動畫 去提升影片的質量呢? 今天這期影片 我就要大家用免費的工具 Canva 去做出影片的標題動畫 訂閱按鈕動畫以及社交媒體動畫 這些動畫都是非常容易製作的 非常適合於新手 你可以把這些動畫加入到你影片裡面 能夠立馬增加你影片的豐富程度 提高影片整體的質量 hello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朋友,我是Grayson 這場動畫的YouTube頻道在網上打的自己個人品牌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是完全免費的 記得把旁邊的小鈴鐺打開 就能夠結束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 另外在底下描述完 也可以找到很多精英度的平台使用工具 先為主要來看吧首頁 首先我需要點擊右上角建立設計 這裡我們選擇自定尺寸 這裡我們的尺寸是 寬度為1920像素 高度為1080像素 然後我們點擊建立新設計 現在我就建立了一個新設計 首先我們需要加入一個背景顏色 我選這個背景 然後點擊這個背景顏色 這裡我選預設的顏色 這裡我選這個深青綠色 現在我們就需要加入文字 我點擊這個文字選項 選新增標題 這裡輸入我的文字 這裡我輸入的文字是步驟1 然後我需要修改文字的字體 我點擊這裡選字體 然後我移動這個文字的位置 然後需要加入另外一行文字 就是步驟1的具體內容 我附入這個文字 選擇Ctrl-C,Ctrl-V 輸入我具體內容 因為我步驟1的內容就是 找到頻道針對的觀眾 我需要修改這字體 而這標題區別開來 我再選這字體 然後我需要修改這文字的顏色 把它變成白色 同時也更改這文字的顏色 把它變成橙色 然後把這兩樣文字移動到中間 接下來我們需要加入一些裝飾 我選擇元素選項 這裡輸入關鍵詞Doodles 這裡就有很多手繪的元素 因為我選擇這個星星的元素 把它移動到左上角 我可以再找一下其他元素 例如想使用這個元素 調整它的大小 然後我可以把這整體往上移 然後複製這個元素 把它移動到右下角 調整它的大小 現在我們就製作好了這標題動畫 這樣我們需要加入動畫 你可以選擇整個頁面的動畫 也可以選擇某個元素的動畫 例如我給這個元素加入一個動畫 這裡就會有很多動畫效果 如果你發現有些動畫效果 旁邊有一個紅棍的標誌 就是需要你升級到 Chromebook才能夠使用 大家可以通過篇區鏈接 去免費試用Sensin Chromebook 去體驗一下這些動畫效果 例如我選擇移位 同時也給這文字加入個效果 我選擇彈跳效果 然後我可以來播放一下 像我這裡顯示的是 這個標題動畫 它的時常是5.4秒 我可以調整它的時間 如果選擇只要3秒 然後點擊右上角播放一下 如果你要做出步驟Or 你可以點進這裡複製頁面 這裡就可以修改成步驟Or 然後速度你想要的信息 如果你想要下載 你可以點擊右上角分享 這裡有個下載選項 選擇MP4影片格式 選擇下載 接下來我們要製作 訂閱按鈕動畫 如果你不是看完POD的用戶 你就不能下載透明背景的元素 但是我們也有方法 就是製作出綠色的背景 我可以點擊主上角背景顏色 然後選擇這個綠色 然後你就可以在你剪輯軟體裡面 去除掉這個綠色的背景 然後需要選擇這個元素 找到線條形狀 選擦看全部 然後找到這個圓角的正方形 然後把它變成矩形 這裡調整它的顏色 把它變成紅色 然後我們可以輸入文字 選擇文字選項 選擇新增標題 然後文字的心意是點擊訂閱 然後我換一個文字字型 然後把這文字移動到矩音上面 稍微靠左一點 然後把這文字變白色 選擇這裡文字顏色 選擇白色 然後我們需要在右邊加入個鈴鐺 還是選擇元素 我們輸入關鍵詞 Bear Animated 我們選擇圖像 這裡就可以找到很多動態的鈴鐺 我們選擇第一個 調整它的大小 接下來我們需要再加入一個動畫 那就是點擊的動畫 還是在元素選項底下 輸入的關鍵詞為 Click Animated 這裡就可以找到很多點擊的動畫 例如我選擇這個動畫 調整它的大小還有位置 這樣就可以看到 像是有人在點擊這個鈴鐺一樣 就可以提醒觀眾 記得點擊這個鈴鐺 然後我群組所有的元素 然後選擇建立群組 接下來就是加入動畫效果 選擇動畫 這裡就有很多動畫效果 例如這是平移 這是淡化 然後這是滾動 我選擇滾動動畫效果 可以來播放一下 接下來就要做出社交媒體動畫 今天我做的是 Instagram社交媒體動畫 首先我需要加入一個背景顏色 我選擇這個背景顏色 然後我需要加入Instagram的標誌 選擇元素選項 輸入Instagram 選擇這個標誌 然後需要加入一個矩形還有一個圓形 還在元素選項底下 找到這個正方形 然後變成矩形 把這個矩形引動到標誌的後面 選擇右肌 移植到最後 然後需要再加入一個圓形 選擇圓形 調整它的大小 這樣我們就做出一個新的圖形 然後需要修改它的顏色 把它變成白色 然後需要群組這兩個元素 選建立群組 然後我們需要複製這個元素 修改它的顏色 我們可以選擇這個新增顏色 然後選擇吸管 洗下這個標誌上面顏色 然後把這個圖形往後移 右肌移至到最後 調整它的位置 這樣它就變成了兩層 這樣我們需要加入文字信息 我們選文字 新增副標題 這裡有輸入文字是追蹤我 然後調整這文字的大小 然後再複製這個文字 輸入我Instagram的信息 現在我就輸入了我Instagram的信息 然後我可以群組這所有的元素 然後我可以加入一個動畫 例如我可以選擇平移的效果 我們可以點擊播放一下 現在大家都能快速掌握 製作出這三種動畫 我們很想知道 用Canva做出其他的動畫效果 可以在評論區告訴我 Canva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工具 我們很想了解 更多關於Canva使用技巧 可以去看我這些影片 我會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你一個讚 我們很想了解 更多關於Canva內容 歡迎你對我頻道 先把旁邊的小鈴鐺打開 這段會結束到最新影片通知了 如果想要有更多互動 可以關注我IG 在底下描述完 也可以找到很多 精英度的平常使用工具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